论语学而偏第一 一 子曰 学而是习之 不宜悦乎 有棚子远方来 不宜乐乎 人不知而不孕 不宜君子乎 一闻孔子说 学了又时常温习和练习 不是很愉快吗 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来 不是很令人高兴的吗 人家不了解我 我也不愿恨 恼怒 不也是一个有德的君子吗 二 有子曰 岂为人也孝涕而好犯上者 先以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 为之有也 君子误本 本利而道生 孝涕也者 岂为人之本语 一文有子说 孝顺父母 顺从兄长 而喜好触犯上层统治者 这样的人是很少见的 不喜好触犯上层统治者 而喜好造反的人是没有的 君子专心致力于根本的事物 根本建立了 知国做人的原则也就有了 孝顺父母 顺从兄长 这就是人的根本啊 三 孝顺月 巧言令色 先以人 一文孔子说 花言巧语 装出合颜悦色的样子 这种人的人心就很少了 四 曾子曰 无日三省忽无身 为人谋而不忠忽 与朋友交而不信忽 船不喜忽 一闻曾子说 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 为别人带事是不是尽心竭力了呢 同朋友交往是不是做到诚实可信了呢 老师传授给我的学业是不是复习了呢 五五子曰 到千圣之国 惊世而行 节用而爱人 使民一失 一闻孔子说 这里一个拥有一千辆冰车的国家 就要严谨认真地办理国家大事 而又恪守信用 成是无期 节约才正开支而又爱护官吏尘了 一时百姓要不无农时 六子曰 弟子辱则孝 出则涕 锦而行 翻爱众而亲人 相有余力 则以学问 一闻孔子说 弟子们在父母跟前 就孝顺父母 出门在外 要顺从师长 言行要谨慎 要诚实可信 寡言少语 要广泛地去爱众人 亲近那些有人得的人 这样共性实践之后 还有余力的话 就再去学习文献知识 七 子夏曰 闲闲意色 使父母能结其力 使君能治其身 与朋友交 说话诚实 恳守信用 这样的人 尽管他自己说 没有学习过 我一定说 他已经学习过了 八 子曰 君子不重 则不畏 学则不顾 主中信 无有不如己者 果则无胆改 一闻孔子说 君子 不庄重 就没有威严 学习可以使人不彼此 要以忠信为主 不要同与自己不同道的人 交朋友 有了过错 就不要怕改正 求 曾子曰 慎中追远 民得归后裔 一闻曾子说 谨慎地对待父母的去世 追念久远的祖先 自然会导致老百姓 日去忠厚老师了 十 子卿问于子宫曰 夫子之于是邦也 必闻其正 求之于 一语之于 子宫曰 夫子温量恭简让已得之 福子求之也 其读一呼人之求之鱼 一闻子清问子宫说 老师到了一个国家 总是欲闻这个国家的正事 这种资格是他自己求的呢 还是人家国君主动给他的呢 子宫说 老师温量恭简让 所以才得到这样的资格 这种资格也可以说是求得的 但他求的方法 或许与别人的求法不同吧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